各位欢迎收看右线新闻爱陈书军 美国劳工市场数据疲弱 引发市场对美国经济衰退的忧虑 亚太区个别股市股灾式急舍 日韩台股市创历尼最大点数跌幅 至于港股亦都受压 恒生指数曾经跌超过500点 见超过三个月低位 先由黄浩林讲一下香港和内地股市市况 美国经济衰退忧虑 震散环球股市 港股跌幅虽然相对较小 但恒生指数收市仍然要跌247点 日韩台股市午后跌势加剧 恒指亦都曾经跌504点 低见16441点的超过三个月低位 收市报16698点 跌市之下成交增加至近两个月最多 有1350亿 恒指三年跌,累跌646点 估值上是吸引到资金 另一方面来说 从技术走势上来说 相信都是要看回 最近期能不能守住 就是三四月 就是16000至17000 这个range里面的底部 能不能守住 那仍然是守住的情况之下 不排除 可能相对市场的气氛好转之后 就会有所回升 美国减息预期升温 市场忧虑银行正式差收窄 汇控和渣打等银行股 齐建超过三个月低位 收市分别跌5%和6% 减息憧憬就利好部分地产股 九龙充置业升6% 连同新世界和新地 是升幅三大蓝筹 新经济股个别发展 美团曾经跌2% 收市倒升2% 腾讯就跌不够1%收市 油价向下 三桶油跟随下跌 中海油跌6% 是最弱势的蓝筹 另外 内地股市主要指数跌超过1% 其中上证综合指数 以全日低位收市 收市建半年低 晶片股售额 互心两市成交7900亿人民币 《游线三文》 网浩南报导 至于区内主要股市方面 日股表现最差 连同南韩股市都一度触及熔断机制 日本财务大臣 灵木进一 强烈关注股市下跌 南韩和台湾当局 也就跌市召开会议 再由王浩林报导 美国失业率升至2021年10月以来最高 非农职位表现也到顺预期 美国经济衰退阴霾之下 资金流出高风险资产 比特币价格大跌超过一成 拆仓潮加剧之下 日元兑美元建超过7个月高位 一度升大约3% 个别亚太区股市股灾适急跌 日股同南韩股市见9个月低位 日经平均指数大跌4451点 跌幅一成二 在1987年10月19日 黑色星期一以来第二大跌幅 连同南韩股市创历历最大跌市 台湾加权指数失手2万点 急射超过8% 日股由7月11号高位计 回吐超过两成 报入技术性熊市 东正指数两度触发熔断机制 南韩股市方面 交易所市隔4年多 再次启动程式交易暂停机制 高成将美国经济衰退机会率 由15%升至25% 但有分析认为 美国劳动力市场出现结构性转变 现阶段仍然难确认 美国会不会出现经济衰退 利率期货显示 9月联储局超过九成机会减息半厘 与其年底之前合共减息1.25厘 另外 著名投资者对后市的看法甚深 有股神之称的巴菲特 旗下投资旗南巴棍 上季将苹果的磁仓接近减半 巴棍现金住被升至历史新高 前债王格罗斯直言后市未见底 呼吁投资者不应该趁低及立 反而考虑趁反弹沽货 由线新闻 王浩林报导 港铁东冲站至恩澳站 10月26日会提早两个钟收车 配合东冲线延线工程 当日东冲往香港站的尾班车 会在夜晚11点01分开出 以东冲站为终点的尾班车 就会在夜晚11点07分由香港站开出 香港站至恩澳站的服务如常 恩澳和东冲会有接驳巴士 大约两三分钟一班 提早收车是要安装新的道叉 将东冲和恩澳之间一段路轨不移 接驳二九年落成的东冲东站 每次工程需时四五个钟 第二日服务会恢复正常 我们都根据过往乘客量的资料 去审视了究竟哪段时间影响的是最低 我们看过星期六晚来说 是相对比较少 如果受影响的乘客 我们会大约估计是几千人左右 而大部分都是由市区去东冲站 消息说政府正在研究将自愿医保计划的 涵盖范围扩大到中医院 有业界人士说要了解治疗模式 才可以决定产品的覆盖范围 有议员就估计保费未必会大幅增加 有俊华报道 本港第一间中医院预计在明年底 逐步投入服务 消息指政府正研究将自愿医保计划的 保障范围扩大至中医院的服务 但暂时未有具体细节 有保险业界就说需要更多参考资料 才可以决定保险产品 如何覆盖中医院的服务 本港过往并没有以中医为主导的住院服务 本身是保险公司管理层的立法会议员 陈佩良估计 即使将中医院纳入自愿医保 保费未必会大幅飙升 自愿医保计计划推出超过五年医卫局回复查询时候说 政府会适时探讨将中医院服务纳入计划涵盖范围的合适安排 亦都已经联络保险业界和中医院管治团体 为日后将服务纳入计划做准备 强调会审慎考虑计划变动对投保人的保障和保费的影响 亦都会检视保障计划的路向 有线新闻有进华报道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天文台录得35.2度 破了今年最高温纪录 多区录得36度以上 上水更加一度录得38.9度 天文台说高空反气船 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 下午4点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 上水录得38.9度 北区大埔黄大仙也录得36度以上高温 天文台预计之后两三日会持续天程酷热 提醒市民留意身体 多些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 全球气温不断攀升 内地生产的消暑产品 无论是防晒三或是大型的制冷家电 都受到外国买家欢迎 有企业就诚勢改良产品质素 红旭文报道 风扇仔 防晒帽和防晒衫 都是酷热天气下不能缺少的用品 随着全球气候暖化 这些消暑产品深受海外国家欢迎 这些都是我们今年上半年出口的一些 关于夏日防晒类的用品像泳衣 防晒衣 防晒帽这些 然后的话就是像防晒衣帽这些 我们上半年曝光出口的大概就有10万余件 价值大概是700万人民币左右 是去年同期的5倍 有公司建产品热销 诚势提高产品质素 改善带有良感的布料 又研发新技术 例如这款具有温感变色功能的新面料 预冷才会显露颜色 同样吸引到海外客户的兴趣 甚至产品还未生产就已经收到订单 除了小型清凉用品 大型的制冷家电 例如可以用在户外的冷风扇 制冰机等的消呈同样火热 据统计 全国上半年冷气和雪柜的出口数量 接近4000万台 按年增长超过两成 有线新闻洪毓文报导 中东局势升温 伊朗华无意加剧地区紧张 但必须惩罚以色列 美国传媒报导 国务卿布林肯向七国集团外长说 预计伊朗最快今天会攻击以色列 七国集团敦促各方 避免陷入破坏性的报复循环 美国总统拜登会和若旦国王通电话商讨 若旦罕友派外交大臣去到伊朗滑船 李沛山报导 中东战火面临扩大危机 若旦外交大臣斯法迪到德克兰滑船 是若旦超过20年来 首次派高级官员到访伊朗 斯法迪和伊朗代理外长卡尼会面时 再次谴责暗杀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 但表明希望局势停止升温 他向伊朗新总统佩扎希齐阳 转达国王阿布图拉二世的信息 但佩扎希齐阳表明 以色列今次的严重错误必定要承受后果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和防长加兰德强调 无论是防御或是攻击 官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 会迅速回应任何情况 对以色列攻击都将要付出尋重代价 美国也都加紧和盟友协调 国务卿布林肯和七国集团外长开会 敦促各方最大程度克制 重新会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传媒引述消息报道 布林肯希望七国一起向伊朗 真主党和以色列施压 减低攻击规模 又说美军向区内增派军舰战机是防御性 白宫强调正是资力避免局势失控 传媒报道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傅里拉 将会到以色列 同意军敲定最后应对准备 有线新闻李佩珊博道 热带风暴代比增强唯一级巨峰 预计星期一中午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 国家巨峰中心警告 代比带来的暴雨会触发洪水和山泥倾射等灾害 多个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凭天情报道 代比迫近佛罗里达州 当地星期日天气转差 大浪涌向岸边 仍然有民众冒险观浪 市内多条街道水浸 有店铺堆起沙包防洪 有树木被强风吹倒 压住了一部私家车 国家巨峰中心说 代比持续风速每小时达到130公里 由于墨西哥湾水温比平常高 代比北上的时候会持续增强 登陆佛罗里达州的时候会带来大暴雨 并且可能有3米高的风暴潮 佛罗里达州和鄰近的南卡罗来纳州 和佐治亚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呼吁民众留在安全地方 提防风暴和洪水 多家学校都宣布停货 佛罗里达州州政府 已经向部分地区颁布撤离令 又安排近3000名国民警卫队人员戒备 并且在受影响地区设立临时食水供应站 州长德桑蒂斯预计 部分地区的供电可能受风暴影响 已经安排工作人员候命 在有需要的时候尽快恢复电力供应 有线新闻彭天晴报导 荃湾一个南警怀疑吞枪 宋苑证实不治 仁济医院急证室有大批探员在场调查 有亲友赶到医院 早上大约11.9个字 有图人报案 说在荃湾木棉夏村附近 发现有人中枪昏迷 身旁有手枪 警方初步调查证实死者是警员 继续封锁木棉夏村一处山坡调查 吐露港公路有客货车 撞向怀疑停在路上的蜜斗货车 客货车司机昏迷被困 送院抢救之后不治 意外发生在下午两点多 网上片段看到 隔客货车沿着吐露港公路的慢线 往九龙方向行驶 驶到去科学员对开 怀疑收制不及 撞到前方蜜斗货车的车尾 客货车车头严重撞位 碎片跌落路中 司机昏迷被困 救援人员赶到将他救出 送到威尔斯医院抢救之后不治 意外原因还在调查中 中电上半年发生多宗电压罩钢事故 政府提出加入惩罚方案 中电首席执行官蒋东强说 电压罩钢成因有很多 最重要是如何找方法 减低出现的机会 很多时电压罩钢出现 因为它其实只是一个 电压一个很短时间 即0.1秒这样的一个变动 其实电力供应 仍然是一个正常的供应 但是有时客户的设备 可能是因为这样受到影响 所以另一方面 我们希望亦都可以 做多些事情 如何可以对于客户的设备 在电压罩钢的时候 影响可以减低 中电又说 若果下半年燃料价格继续向下 有机会再减本港电费 另外半年业职赚多1成7 其中澳洲业务由规转型 王迅迁报导 全球燃料价格回落 发电成本下降 中电说年初去到现在 本港电费已经调低2% 若果下半年国际燃料价格继续向下 有机会再减电费 因为在融合持有效能量 ми看到预测了 我们看到预测 现周年 至于 从非前期 预测 香港的价格和CRP的客户 看到了2%的降落 在年期的一段时间 会很依靠国家的价格 如果价格价价价价价价 那会有机会更加测试 受惠澳洲业务显著改善 中电半年多赚1.7% 有59.5亿 营运盈利增加2.5亿 去到58.5亿 第二期中期股息维持6.3% 其中香港能源业务盈利升2.8% 澳洲受惠远期能源合约 未变现公平值 电价向上调整 业绩由亏转型赚超过6亿 但当地市场竞争激烈 预料成本仍然有压力 内地就因为两个核电站停运 发电量下降 盈利大跌2.8% 中电话一直奉行稳健派息政策 未来会因应热务增长情况 去调整派息 有线新闻 王上轻不得 中电话 中电话